顶姊妹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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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今天可以在此 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刚才苏牧师也说过 过去几个星期 顶姊妹有很多爱心 为我们预备 我来到这几个月 我发现仲主教会 顶姊妹都有特点 她们的特点 和今天我讲的内容差不多 都是很爱主 和爱顶姊妹 我希望透过今天 我的分享 再 看看我们 还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在圣经里面 我们很熟悉 有两条很重要的命令 就是大使命 和大戒命 大使命 我相信很多顶姊妹都很熟悉 因为她传福音 我们每一个信徒 一顺主就要把握 一个机会传福音 另外大戒命 爱神爱人 我相信顶姊妹都不会陌生 因为 都是我们所有顶姊妹 都很惯常去付出的 一个表现 今天的经文 就是说到 这两个 圣情的关系 对我们的信徒有什么影响 我们开始先一起做祈祷 感谢你听你的祷告 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 圣命祈求阿们 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 他就说 啊 究竟什么戒命 是最重要的 文士在古代犹太人来说 身份也挺高的 因为他就是抄写圣经 和传授律法的一个学者 由于他的身份 学识 在那时候也很受人尊重 经文说到 他听见 耶稣回答一些宗教 和一些政党人士的质询的时候 也答得挺好的 既然他听到耶稣 也答得挺好的时候 他又再问耶稣 究竟在戒命中哪一条最重要 为什么呢? 原来在旧约 里面有613条戒命 也有很多 613条 不过在当时耶稣的时代 已经加添加到 一千上万 很多所所税税的条例和规则 为什么呢? 有了在这里还要加? 例如我举例 在律法里面 要犹太人守安息日 但是那时候 因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律法上 一直加 例如律法守安息日 又在规则之外 又加上 在安息日那天 不可以走多少路 不可以多过多少里路 不可以拿多重的东西 继续加上去 如果要从这些 一千上万的所税条例里 选择一条最重要 其实是不简单的 不简单的 这个文字 其实是想 这样的题目 考起耶稣的 首先耶稣引用《生命记》 六章四至五节 他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条戒名 犹太人是很熟悉的 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背景 这些经文要绑在页头上 甚至如果我们现在去买屋 在大门口的梁上 还有一个盒子 那些是犹太人 因为他们要将这条 这么重要的戒名 在门口的梁上 现在还可能有 他们很熟悉 耶稣再引用另外一句经文 在《利美记》十九章十八节记载 你们要爱人如己 他说这两条戒名 没有什么比这两条更大 因为这两条戒名 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其实是走过摩西 在西冷山 颁布了十戒的精议 首先他说 你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就是关乎十戒的前四戒 人对神 要遵守的戒名 有那个含义 有那个含义 在这里 爱人如己 就是后六戒 关于伦理行为 那个精议 所以耶稣将戒名 精简成一条大戒名 爱上帝 爱人 让我们遵守 让我们遵守 虽然三卷《父女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 都有记载这段对话 你们回去看看 但三段的记载 无论人类 内容 都不是完全相同 其中 爱上帝 有些有三个尽 有些有四个 特别我们看到 马太只有三个 好像是否信经有些出入 有差错 另外马可福音 我们再看 在字面上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这一条好像是其次 好像差了一点 但原文的意思 是也是如此 即是第二条和第一条 相等的重要性 另外在和合本的修订版 将马太和马可的两卷福音 将爱人如己 已经改为爱伦如己 修正了 你可以回去看看和合本的修正版 其实在《路加福音》 一早就已经说了 是爱伦社如同自己 爱人 好像比爱伦社的范围大一点 会不会 还会更改 因为原文 其实是《伦社》的字 不是爱人 但是范围小了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到 哪一个是我们的伦社 这个意思就比较清楚了 因为爱伦社始终有一个对象 不是凶凶犯犯的 就是说爱人 爱人 还有主耶稣说这两条戒命 爱神爱人 不是凶犯的 我们一定要看看实质内容 我们要怎么做 对吗 所以我们的信徒 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走出来 大戒命 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一条是爱神 第二条是爱人 第二条是爱人 归纳一条是爱神爱人 在当中包含了两种圣情 一个爱的圣情 一个怜悯的圣情 圣情是我们内心思维所想的 透过我们有时的表现行为 行事为人 表达出来 爱和怜悯这两种圣情 其实是最能表达出神的属性 最能表达出 圣经说 神就是爱 若看一书说到 他说没有爱的人 心里没有爱的人 其实是不认识神的 若看一书四章八节 另外在雅各书说到 唯独跟上头来的 是满有怜悯 哪些人是跟上头来的 但是那些认识神 有跟随他的人 他们一定会有怜悯的心肠 关于爱神方面 原来在生命记六章五节 只有三个希伯来的关键词 尽心、尽性、尽力 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有四个 是不是有些出入 其实原初是有三个 但是后来 因为你知道圣经是抄的 以前没有映印机 印刷所等等 后来有些抄本 就加添了一个 使得原来三个 就变成四个 在希伯来文里面 尽心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了解一下 尽心是包括我们的意识 情感、欲望 我们所想的东西 尽心 尽性是关乎我们的气息 我们的命 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 气息、灵魂 都要去爱我们的神 另外尽意 就是一些理性 想东西的意图 我们的性情 其实心、性、尽三个词 有重叠的意思 说来说来都是想、想、想 有重叠的意思 最后有一个尽力 尽力原来在古抄本的意思 是解释前财 如果我们不知道 力是前财 在古抄本的翻译 力是前财 其实就是说 人如果要爱神 就不惜 将自己的生命 所有一切的财力 都是奉献给神 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 读到有四个希腊词 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希百乐文 首三个 尽心、尽性、尽意 其实是涵扣了我们人整个的生命 意识 又加上力量 强调我们在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层面 我们都要尽心尽性 去爱我们的神 不过在中文翻译 每句都是这样的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在翻译上 那些字眼是没有分别 但是在原文 其实是有不同的 另外 刚才我们的姐妹和我们读到 《马可》 12章33节 文士有回答耶稣 他将性和意 没有说 他只是说 尽心、尽心、尽力 多了个字字 我读过在《环求生》这本《圣经》 《圣经》是解作《悟性》 我们的内在 所以整句的意思 就是要用全副的心思、意念、圣情 甚至整个生命 尽所能去爱我们的神 神学家巴克来也说过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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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到尽心、尽力 爱我们的神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 所以《约翰一书》给了我们一些实质的教导 在四章二十至二十节 他说 如果有人说 我爱上帝 但不喜欢他的弟兄姊妹 他是说谎 既然你不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姊妹 你怎样爱看不见的神 爱看不见的主 所以如果我们要实践爱上帝 首先我们必先要爱他所创造 他所爱 他所挑选的人 就是哪些 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过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尽力 也这么难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 那么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好像怎样做 是吧 很难做 怎样自己都 赏了份量给弟兄姊妹 怎样做呢 其实做起来真的不简单 不过新来圣经有给我们提醒 原来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至二十一 讲到 关于是爱弟兄姊妹 一些很重要的教导 亦都很全面 爱弟兄姊妹 不单只要真心、真意 但是态度要因勤 原来还要摆上 要作出牺牲 不是就这样口说的 首先 我们爱弟兄姊妹 要心思意念要真诚 不要虚假 我们有时候帮人、关怀人 我们要分辨出自己所付出的、摆上的 是其实满足自己 还是怎样呢 是想让人知道 我也有做过的 或者做得很好 让人赚赚我们 还是真心、真意 去爱这个人 想帮他呢 有一点我们很重要 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上帝对一切 虚假的事都很厌恶 特别是什么 假无为善的事情 神是不会容忍的 你知道了 我们也知道 他不容忍也会犯罪人 如果我们要尽力去爱神 我们爱弟兄姊妹 一定要真心、真意 去爱他们 除了真心、真意之外 我们要看出弟兄姊妹的需要 对弟兄姊妹要慷慨 不要省着荷包 如果有人缺乏的 能力范围许可 我们要捕捉他 我们要关心一些人 哎呀 哪有这么多要关心的人 有时关心很微少都可以做到的 比如我们聚会的时候 多数都喜欢和自己熟悉的人聊天 对吗 我们会不会和一些 不一样的 没有两句 又不多说话的 跟他们聊 很少 我们的关心 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其实在很多小事上 也能反映出来 我们要把握时间去服侍 我们要因勤 改教家嘉尔文 他真是一个为神工作很因勤的人 原来记住他在临死前 还睡在病床那一刻 他还在修改他那本基督教义 他为神服侍的心 是一分钟都不会浪费的 所以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 不要等了 任何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 一会儿出去吃茶点的时候 都是最好的时刻 什么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 还要服侍主 除了恩勤 要真心 还要有些牺牲的心智 不是为弟兄姊妹牺牲 为主牲牲 为主牲牲 因为我们服侍弟兄姊妹 就是服侍主 不要跟人要食可能计辅 如果有一些aranous的 我们来 difficult 圣经说拿一杯凉水给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 都是住在主身上 不过有时候我们很关心、很去爱人的时候 有时候有被人误会都有可能 当我们被人误会了 又被人对我们的态度更差了 我们关心他 但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反而为他们祝福祈祷 有一部电影叫《屋顶上的提琴手》 描述19世纪 发生在乌克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当时的俄国 应该是现在的俄罗斯 攻打乌克兰 小村庄是很危险的 当中有些人是一些年轻人 纽静一些年轻人 还有一个拉比 因为当时乌克兰是一个很多犹太人的国家 有一个拉比 那些年轻人你知道 哎呀 这些人都猛了 攻打到来了 那个年轻人就问拉比 为何我们要祈祷 还要为这个俄国沙皇的祈祷 他在打我们 拉比想到不想就跟那些年轻人说 很简单 因为我们快点祈祷 求上帝让这个沙皇快点离开我们 为他祈祷 神会知道的 对吗 为得罪我们的人祈祷 其实就是为主牺牲 放下自己的权利 不要跟别人计较 我记得以前的教会 有个弟兄可能暴躁一点点 有一次 不知他猛烈还是什么 大发脾气就骂我个儿子 我个儿子只有三岁 吓得他什么 那时候我就很生气 我一直很生气 我还生气了很久 我也很不高兴 每次我在教会见那个弟兄 他走着我便拎了他 不跟他打招呼 很困扰我这件事 因为教会有多大 有一天我跟师母分享我这个心情 我不是很开心 师母便说 不如你试试为他祈祷 我听到之后 我心想哪能做得到 我这么生气 我还要为他祈祷 后来这件事困扰我 有一次灵修的时候 我试试为弟兄祈祷 当我祈祷的时候 心情没有什么改变 不是什么神迹 没有的 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最奇怪 在下一次主日 我回到教会 我看到这个弟兄 我竟然和他打招呼 他叫Derek Derek 早晨 我又觉得心情没有什么难受 又没有什么不舒服 同缺之后 我看到这个弟兄 我便不能避来避去 我常常避开 虽然事情没有改变 但我心情已经变了 如果我们全心全意 爱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爱神 那个心 那个圣情 也会与日俱增 一样会 一路这样 因为我们 爱弟兄姊妹 就等于爱我们的神 对吗 大戒命第二部分 就是爱伦舍 当代的犹太人 对《伦舍》的定义 很狹窄 只局限在自己的同胞 其他族裔 我们不爱 但根据主耶稣说的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爱伦舍 就是联敏一些 软弱和有需要的人 联敏一些软弱和有需要的人 所以包括什么 包括种族 任何种族 宗教阶级 当我们看到有人 无论他什么 什么人种 也好 看到他有需要 不要硬着心 或者找一些藉口去逃避 最重要是不要做审判官 他怎么值得帮 这个人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因为耶稣 是需要一些真的 怜悯的人的人 马丁路德说 耶稣就是全人类的 好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没有嫌弃我们 不可爱 我们都不是可爱的人 对吗 我们都是罪人 甚至我们经常都顶撞他 顶撞他 但他仍然爱我们 仍然爱我们 先知何西亚祖已经说过 上帝喜爱怜悯多于祭物 如果我们说 全身全以为神摆上 却没有怜悯人的心 神是不会阅纳我们所做的 在圣经八幅里说到 连率的人就是有福 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连率这个字的原文 意思是翻译成 所谓圣连率和可怜 当中是包含有爱 以及关怀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对周遭人 仆和仆 都发出一个很契怯的心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性情 就更迫近上帝的性情 因为上帝就是爱 和怜悯的主 首先要了解人类的需要 我也不知道他要什麽 雖然今天的科学进步 但很难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 就是家里等电饭煲、洗衣机 每个人都很先进 但人很有意 不是那些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们 我们的心有时觉得很缺乏、寂寞 我们都有需要 我们在生活上 有时觉得总是有困难、不如意 所以要先了解人类的需要 按着他们的需要 我们才可以去关怀人 不过通常我们会看到 身体软弱的人多些 为什麽? 表面也会看到 好像身体不舒服、患病 我们很容易察觉到 但对一些在行为、心灵、情绪上 有软弱的肢体 我们很难看得出 甚至看得出都不喜欢 那些人的行为很讨厌 不知为何是这样的 我们还怕他 还去了解他 所以不容易 在过去两年 这些人受情绪困扰 其实相对是增加的 受情绪困扰的人 我在之前服侍的教会 也曾经出现过很多 情绪出现问题的弟兄姐妹 甚至有一位是传道人 她在一次的分享 突然间情绪失控 真是很担心 哭了 真是情绪失控 不过 情绪软弱的人 很少承认自己有问题 甚至她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是你们有问题 所以 如果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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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情形、情况很严重的时候 有时可能她关心她也相似 我以前有一位姐妹 她的女儿Vivian 是我大儿子的同学 她给我的印象很开朗 很有善的 乖女一名 她本身是一位註册教师 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不过在去年年中 当Vivian结婚一年之后 有一天她竟然和自己住的大厦 但是 跳楼轻生 震动了很多的人 究竟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 末世就是一个彼此仇恨 彼此伤害的时代 不法的事就一路一路争多 爱心就一路一路减少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知不觉 已经失去了很多平衡 如果我们让心灵受伤的人继续受伤 这个受伤的人遲些 也可能成为伤害其他人的人 甚至令他身边的人受苦 其实近代有几位突出的人 当中有斯泰林 希特拉 撒旦布 这些名字我们都不陌生 他从小在他们的记载里面 他从小没有什么被关爱 说法人的怜悯关爱 最后如何 变成一些暴君 一些残酷不仁的领袖 成为一些很可怕的人 所以人的关系和关爱是很重要的 相反近代有些很非凡杰出的人 哪些? 林肯和尤吉尔的爱实识 他们原来在他们的生平里 受过很多创伤 打击 甚至他们的身体患了很惨的病 是很折磨他们的病 但是因为他受到亲属的关爱 他得到安慰 他得到安慰 另外一位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的 阿斯布珍牧师 原来他年轻的时候 常常被人攻击 因为枪打出头鸟 他就特别被人攻击 有一次他说到 有人乘机倒乱 那些人争先恐后地逃命 在那次的暴乱当中 七个人被踩死 二十八个人被踩截重伤 截截之后 你想想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 说到有这么多人死了 有这么多人伤了 截截之后 他患了忧屈症 经常折磨他 加上他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痛风症 还有一个神病 你想想 肉体精神 长期折磨他 但是他的教会 有很多爱他的弟兄姐妹 关心他 为他祈祷 他经历了这么多身心灵的折磨 但是你看他的侍奉生涯 写了一个很光辉的一言 其实在新旧约 都记载了很多位 受尽心灵折磨的人物 约伯 以利亚 保罗 这些一个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当他们面对心灵 肉体 折磨的时候 他们接受神 和神的爱 和人的帮助 令他们得安慰 生命重生更生得力 情绪的问题就像患病 也不知道什么是成因 有时 尤其是这种癌症 会不会有什么 很多种成因 甚至有时不知道什么是成因 情绪病也是 所以我们要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当我们发现身边心灵情绪 有困扰的人 行为好像不太受欢迎 跟以前好像不同了 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 甚至严重的时候 转嫁给专业人士 但如果我们能够 让他们一些关爱 扶持 一些爱心去表现 很接纳他们 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行动 参加弟兄姐妹 求祂帮助我们都好像主耶稣一样 跟苦难的人做朋友 使得一些有病的 心灵有软弱的人 都得到医治 得到安慰 在轮舍之中 我们还会同情一些弱势的群体 或者一些经历不同灾难 或者群困 受艰难 或者一些战火来的难民 我们很注意的 很关心他们 但是我们很少遇到 社会上一些边缘的人 哪些 吸毒 妓女 或者一些罪犯 甚至一些低下层 阶层的人 我们想想 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一个 骯髒骯髒 沙满仓 我们也会避免 对吧 更何况 那些连社会 都觉得 要隔离的人 我们怎么会特别关注呢 我们会不会特别 为这些 这样的人 关心他们的属灵生命呢 会不会 不要说 还会跟他们建立关系 关心他们 更加难 我们基督徒的爱是无私 不要有私心 又要圣洁 又要圣洁 好像我们天父一样 是对的 不过有时爱心 是有不同的对象 当中包含了不同的道德标准 行为准则 好像主耶稣和钉十字架的强盗 主耶稣 你猜不知道他是一个强盗吗 但是主耶稣和他说 你今天就和我在乐园里面 那些被遗弃的 被忘记的社会边缘人士 我们会不会为他的得救着紧 大家识心一层 我们未信主之前 也就是这样 很厉害 犯罪 还时时 伤害人 因为我们被神 被人怜悯 我们才有今天刚强 但是你说 哇 那边缘的人 那么多 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能做到多少 其实坊间在这些事工上 都有针对不同的需要 有很多机构 例如拉合事工 监狱事工 戒毒事工 其实这些事工 我们都很容易遗忘 很少想去参与 很少想去支持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使得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 他们能够进入乐园里面 耶稣也叫那个强盗进入乐园 我们有没有耶稣这个心智 进一步 我们再想想 究竟关爱 一些熟悉的人 还是帮助陌生人 事实上 关心陌生人 是比关心一些相熟的人 是没有那么大压力的 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我们 跟熟悉的人有关系 我们要花的时间 气力 很多的事情 都要相对较多一些 这样会不会造成我们 帮助陌生人 就会积极一点 因为帮助很多 我们有主动权 足够了 我们也帮助别人 也可以的 但是帮助熟悉的人 有不同的要求 如何呢 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妈妈和他的门徒 在他旁边 下面那里 就对妈妈说 你看看你的儿子 另外就对着他的门徒 说你看看你的妈妈在这里 从此这个门徒 就把主耶稣的妈妈回家住 这一句是十架七言里面的第四句 主耶稣离世之前 很痛苦的时候 他也没有忘记 连爱他自己的妈妈 他的至亲 都记挂他熟悉的人 因为熟悉的人 和我们的至亲 都是我们的轮舍 对吗 我们除了帮助陌生人 为他们祈祷 捐钱 做义工 我们是不甘好人的为事 但也不要忘记我们身边 我们熟悉又需要的人 还有一类 我们就很不想联敏 又不想帮助的了 就是那些大家不同意见 甚至我们死对头 怎样去了解他多些 还关心他 看他有什么需要 主耶稣说过 如果你只是爱那些 他爱你的人 或者你爱他的人 有什么想法 在教会 我们可不可以 营造一个很轮舍的场景 让到这里 都是我们 所有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的轮舍 如果主耶稣 现在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你猜他怎么做呢 叫我们 我相信他希望 我们伸出不同立场的手 不分敌我的手 拥抱大家不同立场的人 彼此成为轮舍 就好像主耶稣 我们世上的罪人 甚至为我们钉上十字架 这一本书 叫做《愚子基督教》 是C.S. Lewis的著作 其中提到 他说你不要担心 能不能够去关爱淪捨 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爱心 他说只管做 只管去做这些行动 他说因为这些关爱的行动 你一直做 其实都会令人产生爱心 所以当我们放下的身段 放下自己很多的偏见 付诸实际的行动 其实神在同时间 都会改变我们 书中还有这样提到 他说 当你伤害一个 你讨厌的人 你就更加讨厌他 相反 如果你肯为他做一些好事 帮助他的事 你就发现 你会喜欢他多一些 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圣情 就会像我们的主多一些 我们经常说 想像主耶稣 就是这样 我们会像我们的主多一些 当我们爱神 爱人 又有主与怜悯的心肠 我们还要懂得 恋爱自己 珍惜自己 圣经没有说过 你只是爱人 不要爱自己 圣经没有这么说过 主耶稣说爱伦如己 其实就是认同了 爱自己是应该的 对吗 一个都不爱自己的人 怎样得到其他人尊重 爱自己不是一个罪 不是自私 不过可惜今天 很多人 爱自己是用错了方法 以为爱自己 实情就是不爱惜自己 他自暴自弃 有些人 有些人 一小小挫折 便是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有时 濫药 濫药 或者一些不良嗜好 中辱 以为高兴 以为舒适 以为为自己好 享受 其实一直在損害自己的身体 損害自己的名誉 求主连问我们 因为我们所爱的主 是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身体 是主圣灵的电 是否需要更加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他受损 不过 有一种人 他专爱自己 如何专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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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环境之下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在家里 就 做事 自己作主 在公司的时候 好像觉得公司没有他不行 什么场合都要成为焦点 目光 对吗 好像圣经形容另外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也有相似的地方 因为那些常常居首位的人 时常喜欢踐踏自己 抬高自己 如果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没有同情心 亦是不对人尊重的 另一个在耶稣身边的强盗就是这样 他自己受刑 他刑众耻笑主 所以真言说 一个人能够自伏自己的心 强而取一作成 我们有勇气 去认清自己真实的一面 克服他 不要让自己 那些性情 凌鸡在自己的表现上 除此之外 过分保护自己 其实也不恰当 过分保护自己 怕跟别人拉上关系 随便跟别人打个招呼 很怕建立深入的关系 这就比较更好 对吧 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吧 这么熟悉干什么 过分保护自己 其实这样 不是一种我自己的行为 不是我自己的行为 有时自己受了伤害 以自己过来人的身份 才能帮助别人 你每样的保护自己 如何帮助别人 或者有些是很强的 自己受了伤害 都整个强者的身份 好像百毒不侵 这些其实对自己 对人造成伤害 其实在心理学上 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我们一定要依靠神 依靠身边的人帮助 因为这个世界 一个人不能生存 自己独立 对吧 三十姊妹 我们要学习依靠神 以身边的人帮助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从忧伤中 重新被建立 明白到我们自己 都是被耶稣所爱 就要好好痛爱自己 以致推己及人 以致推己及人 自己己所不辱 物施诸人 自己推己及人 这是我们一生 要学习的功课 当那个文士 发问完 听完耶稣回答 他也很受感动 他最后归纽了 爱神 爱人是圣于宪制 耶稣称赞他 夹得有智慧 因为其实撒母耳也说过 听命圣于献祭 信从圣于公由的资药 不过现在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是一个恩情失落的时代 各人都捉起一栋墙 我们也捉起一栋墙 亲与父母子女 夫妇 甚至教会弟兄姊妹 话不投机 就有半句多了 不要再说一句 不适合谈 不适合 其实真的很需要 更多人成为别人的沦舍 有所需要的人 在今如此疏落的时代 关系如此疏离的时代 究竟人 如何做才能做到 既有量 又有质的封成生命 质与量也有的 我们的生命 是封成 一定质与量才有的 去爱神爱人 首先我们要明白 真正的福气 就是接受神的爱 因为神的怜悯 怜悯我们 我们才得到拯救 当神的爱和怜悯 已经临到我们的生命上 我们就要作出回应 现在爱心去怜悯有需要的人 这个就是基督教福音的真题 我接受了再去回应 唯有这样做 人与人之间 或者世界 人与世界 才有和谐 可惜今天 很多人以福音为止 全福音很难开口 或者觉得 看怜悯这件事 与弱者才会被人怜悯 我不用 甚至付出爱心 被人欺骗 是幼稚的举动 不单止自己不愿意接受 他还不愿意付出 我举个例子 好像美国 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 对吗 但是现在 在美国已经有六成人 放弃基督教信仰 不是啊 美国还很强大 很强大 申言提醒我们 一个国家的兴望 不是在于他的军事和经济 多好 但是建基他的道德梦名 道德梦名建基在哪里 建基在神身上 建基在神的真理上 我们看看美国 相激外无日无之 家庭结构 一路破损 道德下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以学校主耶稣 在有仇特的地方 我们显出神的爱 在有纷争的地方 我们显出神的宽恕 让神圆圆不绝地 赐爱心给我们 因为我们只是一条管子 我们圆圆不绝接收神的爱 能力、宽恕 我们将这些东西 传到另一个方向 从神支取力量 去传福音 关怀社会 让世界更多的人 去认识神 当我们的能力 与我们的有能力 与有能力的源头 连接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充满量 对吧 那质是方面 质的方面是什么 人到最终 当名利财富 没有什么具有意义的时候 就只剩下人的爱和怜悯 以及我们的信仰 陪我们走如下的人生 按着命定 所有人都要受审判 雅各书说 因为不怜悯的人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因为怜悯 原是向审判跨性 我们有没有怜悯 将来在审判的台前 我们可不可以向审判跨性 在世的时候 我们所重视的人 我们所关心的事 原来去到终结的时候 一切都不重要 因为只有全能的神 祂是永恆 只有祂是永恆 一路是无宗旨的 但是我们有宗旨的 唯有哪些 唯有那些具备神质素的人 才可以承受永生 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哪些人才有神质素 就是那些有主耶稣 爱的圣情 和怜悯圣情的人 这些就是有神质素的人 我们一起下头祈祷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祢 祢以无比的爱救赎我们 有怜悯我们的软弱 保守我们在世的日子 得享平安 求主祢帮助我们 有主祢自己爱的圣情 和怜悯的圣情 使得我们可以有能力 去爱人 去怜悯人 跟主耶稣你一样 求主祢祝福 我们以上的祷告 我奉靠我们救主耶稣 圣明的祈求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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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